通常拍日出的人 因為睡眠不夠 肥氣都不會太好 一睹就慶了 很多時候又肚餓 所以都沒什麼所謂 Hello 我是劉朗攝的路依 Hello 我是聯師兄 我們現在身處是法安山郊野公園 一邊就看到整個東九龍的城市景 另一邊就是很漂亮的西貢市 除了上班的時間 只要好天我們都會選擇上去拍日出日落 為什麼我們叫做流浪攝 是因為我們很多時候就是天蒙光 就出發去不同的山頭野嶺拍日出 在那個過程其實很寧靜 就好像將平時工作的壓力一掃而空 是一個心靈上的流浪 可能我們建立了一個信任在這裡 主要是他帶我們去 我們跟著他就可以了 又或者他會覺得我們在這裏 去哪裏都可以了 所以就令到我們真的走到今天了 其實也是的 如果你說我自己在那裏走 我未必會這麼放膽的 但是有兩個partner 即是擋住 相對是可以走得更遠的地方 但他永遠都當了我們是他 他就沿著自己的能力去計劃 我們又不知為何沒有胸仔 一直跟著 那他真的去了我們 其實我告訴你那個時間已經成了二了 你明白嗎 晚上上山 可能有些草 可能擔心有些猛獸出來 其實我不是很害怕 我通常怕是被他嚇到 即是突然尖叫一聲 很害怕的 突然間有堆樹葉在地上滾動 有些聲音 但很靜地生 我怕到不斷叫不斷走 不斷叫不斷走 都會有磨擦 我覺得很正常 大事上會包容 我們經常很羨慕忌憚的罵 其實拿去吃到餐就沒事 那種老友的程度 就是有時候 不說都知道可能你不開心 不說都知道你是很憤怒 因為都很長時間 我們拍了一起 關係很密切很緊密 大家性格都知道 所以很多事情不用說 都會明白 就是這樣 如果不是我們三個 我們兩個可能已經鬧散了 四個人可能爭拗更多 可能分檔分派 對 那三個最好 所以才有今時今日的流浪攝 遠山拍照 對於我們來說 從來都不是事業 從來都是興趣 不過我們想將這件事 推廣多些出去 想多些人知道認識 所以我們會帶同學去教班 就是教他們影響 教他們行山 都很大滿足感 就是你覺得這件事是很正面的 很有趣的 你將這件事傳授給其他人 讓他們都一起去做 我覺得這件事很美 我們最近就很喜歡看以前郊野公園的舊上 發覺很大變化 以前的地方是一些水稻田 一些村屋 但現在已經變成高油大 其實是會有些感慨 還有覺得可惜的 我們很想這些地方更加多 其實我們很喜歡郊野公園 所以我們只希望是更加多 而不是更加少 那我希望接下來 我們的郊野公園 無論是水塘好 不同的景觀 都可以盡量保留 讓更加多的市民可以感受到 郊野公園 或者一些自然環境 給他們一個很正面的感覺 可以鬆弛緊張的生活 人在郊野時 不想回學生